在这个信息爆炸时刻都被短视频图片占据视觉和大脑的时代 听播客是一个非常优质的 几乎可以说是零成本高效率自我提升的途径 在新年开启之际 我按照五大类别精选了一些我听了一年以上非常宝藏的播客 相信我听完你一定会回来评论的 记得先点赞收藏 第一类商业与社会 更做日起床之后必听的生动早咖啡 他们的开头和结尾都快背下来了 每天早上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给你最新的商业动态 也能让你的大脑立刻从数月模式里清醒过来 半拿铁商业沉浮录 主播用身后的功底深入浅出的内容和幽默风趣的风格 让你对商业和这个世界着迷 乔布斯马斯克那几期都太精彩了 大家一定要去听 温柔一刀聚焦于消费品牌 营销趋势和多元人生的对谈播客 我从Liu Lemon创始人那一期入坑 在创业第四年我离婚了这一集深深爱上 它是很难得如此坦诚的对自我的一个真实剖析 这个是极为动人的 这段话我想读给大家听 我想让你知道没有人天生勇敢独立洒脱 勇气和坚定是来自于知道了什么对我来说更重要以后 从心底燃起的力量 给女孩子商业第一课 站在女性角度思考和对话的商业系列 在这里赚钱才是正经事 第二类亲密关系和心理学 Steve说 主播Steve是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科普作家 这个博客通过深度交流帮助我们理解人与世界的复杂 他不能给你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听完之后你一定会得到某一种沉浸 可能就会找到一个自我和解的出口 沈亿菲的播客 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老师和法律从业近20年的商老师 针对一些热点话题的夫妻聊天 播客里会有一些商老师很可爱的直男发言 但是他们这种双方都愿意思考愿意讨论的状态 我觉得是夫妻间甚至人与人之间有效沟通的典范代表 不完美的人才是真实的 真实的才是最动人的 第三类学习和自我提升 一定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无人知晓 我最喜欢的播客每期必听 他让我坚信向善和向上的价值观 哪怕在你遇到挫折和失忆的时候 你也能告诉自己 允许一切如其所事 因为未来无人知晓 知行小酒馆一旦关注投资和生活的播客节目 搞钱很重要 如何从心智上成长 如何更好的生活也很重要 投资成功是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之后的自然结果 纵横四海它是一个读书播客 我一般看阅读推荐 都是收藏了之后再也没打开过 纵横四海的读书拆解 首先时常感人 都是三四个小时起的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 你听完之后会对这本书超级种草 一定会买来看 而且收获很大 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 第四类泛文化 生活文化类 我比较推荐的有 看理想圆桌 美理想编辑部 忽左忽右 不合时宜 随机播动 文化有限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 先选几期听听看 第五类我最爱的女性 两性视角 非常推荐的有 喷嚏 嗨羞 宁浪别叶 fit for life 不把天聊死 斯文败类 离心利比多 凹凸电波 日谈公园 我跟你们讲凹凸电波和日谈公园 千万不要在地铁上听 一定会让你笑喷的 听播客既可以没有负担感的 获取知识快乐成长 又可以在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 带来很多陪伴感 你会发现连早上刷牙 周末做清洁的时间都变得有所期待 真的非常推荐 五大类别里面 大家喜欢哪些主题也可以告诉我 下次再做更详尽的 推荐哪几期的播客分享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大家 你最推荐的宝藏播客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